下個禮拜大概就知道了 白宮的主人會換誰呢 美選的最後黃金週末 我們先來看最後的封關民調 現在白日話不用說了 但是看完這個民調你會發現 有看跟沒看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都差不多啊 你看喔 紐約時報CNN 賀錦麗跟川普是平手的 ABC News 路透社 美國的富比市還有經濟學人 都是賀錦麗領先 但這領先幅度也就那麼一點點 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每日郵報目前呢 是川普的這個民調呢 稍微還比較高 但是告訴各位 以上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呢 看到這份民調 其實對於賀錦麗來說 或許是比較不利的喔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如果說白宮主人換人座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最直白的直接來看這邊 這個叫做 應該這樣看 戰爭與和平 怎麼說呢 你看喔 在拜登任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先不要講阿富汗撤軍那個破事了 我們先來看喔 多少戰爭在拜登當總統的期間發生 以色列跟伊朗 以色列跟哈馬斯 以色列跟黎巴嫩 阿富汗戰爭 而且是在他任內開戰 在他要卸任之前都還沒結束 好 現在呢川普講這麼一句話 有沒有打動美國選民的心呢 川普很會 他說什麼 他說 我們把中東炸爛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還花了很多錢 欸 他講出了他的理念嘛 他從始至終就覺得 為什麼美國人要幫你們打仗 我們還要花錢呢 所以他說 如果我當選 以哈戰爭 我就職前我要給他結束 厄烏戰爭 更不用 不用等就職 當選之夜 我就要打給普丁 打給澤倫斯基 要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我說啊 美國總統會不會 真如 他們所開出來的支票 是和平的呢 是有翻轉餘地的呢 蔡博士您怎麼看呢 從美選來看現在的全球戰爭局勢 川普你不管同不同意他的政見 或者他對某一些特定問題 比如說以哈戰爭 比如說烏克蘭戰爭 他都有他自己的主張跟見解 你可以不認同他的主張跟見解 覺得這個好像行不一定通 可是他畢竟 提得出主張跟見解 也有一套可以言之 自我成理的說法 至於賀錦麗呢 他空空啊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 也不曉得該做什麼事 好像他當美國總統 是要依賴民主黨 很多的團隊幫他做 他就是個草包 其實我個人 比較喜歡賀錦麗當選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就像中國如果沒有出現 禁會帝 禁朝不會亡 如果不都出幾個賀錦麗 你美國怎麼會亡呢 所以有這種草包的人 來當美國總統 對世界是和平的 因為美國會越加衰弱 越加衰弱 越加混亂 然後內亂不斷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少數民族出身的 說黑人不像黑人 說印度人不像印度人 都是印度人也是黑人 那這種狀況底下 未來統治碰到困難的話 他會出現正當性的問題 所以要靠著民主黨的基本盤 但是民主黨的基本盤 就是個大雜會 是很容易分類的一個政黨 不像共和黨他有一個川普的意識形態 在那邊撐著 所以如果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美國比較有高的機會繼續衰弱 我同意川普也講過 他說賀錦麗要去處理大國關係 在普丁跟習近平面前 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他不是小孩子 他根本就是白丁 不是小孩子 弱智 有沒有弱智我不曉得 當然你會講說 因為賀錦麗代表的是 美國的建制派 雖然賀錦麗出身不是什麼建制派 不是什麼長春騰聯盟 他也基大學畢業嘛 然後就靠花名在外 然後就混出了一個政治的局面 那川普當然是美國真正的 所謂精英階層 長春的盟效出身 爸爸非常有錢 可是他走的是群眾路線 兩個人剛好顛倒 這兩個人剛好顛倒 那這個對於川普講說 我已經跟大臺偶講 我當選之後就職前 你必須把這問題解決 而且把所有人質給救出來 這等於是老大 幫助給唐族下達的命命 至於這個俄烏戰爭 他就直接聊大哥 普丁明天開始停火 對 不打了 不打了 就停火啦 你說你烏克蘭敢打嗎 你也不敢打啊 那普丁現在已經是贏面了 他反正多少都是贏嘛 贏多贏少而已嘛 停火就停火啊 反正省著花錢啊 坐下來談判啊 談判對他也不傷啊 他剛好可以整軍精武 讓他的軍隊更強一點 好好輪修一下 所以對川普來講 他的目標就很容易達成啊 因為結束戰爭啊 至於民主黨 不管是賀錦麗也好 拜登啊這一票 歷史上最混蛋的戰爭販子啊 他就會當然說 烏克蘭繼續加油 為了自由民主人權而奮鬥 為了歐教完全而奮鬥 你們是世界的偉人 你們是這個 什麼噁心的話都講得出來了 那死的是烏克蘭人啊 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之前講的一些什麼 偉大的價值啊 現在通通化為泡沫啦 變成廢墟 對 變成廢墟啦 所以講這個是白講的嘛 當然目前來講的話 美國篩弱的機會會暫停 因為可能 應該是川普會當選啦 因為過去的案例 民主黨的民調必須要贏 川普贏很多 你知道嗎 希拉蕾贏川普是48比42耶 對 封關民調48比42 贏了6%還輸掉啊 對 所以川普這個距離這麼近 因為這是共和黨體質 跟民主黨體質的差異 第二個啦 過去90%以上 賓州贏了一定當選美國總統 賓州就像是 台北市的天玉里一樣 其準無比 其實不是其準無比 他的選民結構 就是剛好跟整個美國選民結構一樣 所以賓州贏大概就贏了 會有這種現象 哇 所以這樣看來呢 大概可以理解了 因為我覺得對於美國人 還有對於全世界的人 在看這一局 以我是這樣看啦 我覺得呢 先不要管戰爭好了 我覺得拜登做的最搞砸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把美國人最不想要的 中國 俄羅斯 朝鮮 我們說的北韓 給搞在一塊了 而且現在呢 已經是被靠配的關係 哇 我的天啊 拜登是怎麼辦到的呢 全球現場來關心 2024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的 最後一個週末 兩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跟賀錦麗 都聚焦在衝刺搖擺州 川普語出驚人的告訴支持者說 如果賀錦麗當選會死好幾百萬人 川普這幾天橫掃賓州 北卡跟喬治亞州 這幾個關鍵搖擺州 他對選民畫大餅 表示只要他當選的話 什麼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美國會重回黃金年代 今年七個搖擺州握有 當選總統門檻所需的270張 選舉人票之中的93張 根據民調網站預測 賀錦麗民調是以48.4% 對上川普的47.2% 雙方的民調持世緊咬 美國總統大選最後一次的週末衝刺 兩黨候選人都是拼盡全力 聚焦在搖擺州 而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來到了喬治亞州 表示他自己已經準備好 要給美國一個新世代的領袖 選戰的最後倒數 賀錦麗投書給媒體世界日報 主題聚焦在華人對美國發展的貢獻 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 有主要政黨候選人在大選前 單獨對華裔美國人投書 這也展現出華人選民 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 大選的前一天 賀錦麗跟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都不約而同地選在賓州 打算在結束之前 做足最後的衝刺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 甜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第5位 第1位 第5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